好,OK,我們是那個數位 不是數位身分證 我累了,我沒有 對,好,我們是那個 戶籍資料外洩 要換身分證號的團隊 那我們今天有做了一些事情 我們今天有,因為我們之後 會希望還是寫一個 join提案的一個內容 那我們目前還在收集大家的意見 那目前今天有兩位夥伴 一起來貢獻這意見 那我們這個join的 那個連數提案 我們還會再收集很多意見 那到時候我們把它 繪整成一個完整 然後最廣納各方意見的版本 之後我們再把它送去join的 一個平台上面 來去做五千人的連數 那另外一部分是今天感謝Ama 有幫我們找了一些明英的範本 那像是這樣子,或是這樣子 想要再去看的話,我們HackMD上面都有 對,有看OPRA應該知道這個梗 好,那接下來 那接下來那TIFF也有貢獻我們 一個之後會做 這只是示意圖片 這不是真的,是這個 這是網路隨便抓的 但是希望之後有能力的話 或是說有前端工程師 有想要刻一些很炫的 網站的話可以來做 那我們今天有四位 我們感謝開發者 那我們今天要準備Live Demo一下 我們目前的一個畫面 好,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那個洪信 那我是這一次這個做前端的 那這位是Vincent,他是做後端的 然後貝吉樂他也是做前端的 然後幫我們做這個雙語網站的部分 你看到這個地方可以直接按一下 換語言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介紹我們這個功能 就是說這個網站它的功能就像是 Have I Been Pong 這個網站一樣 就是你在這邊輸入你的身份證字號 它會去比對這身份證號的hash 跟我們資料庫裡面的hash 然後如果存在的話 就代表說你的資料曾經出現在外洩名單裡面 就是如果哪天我們資料庫外洩 就等於是幫別人整理好 所以說先hash過 先hash過之後就有這個 就假如說說被外洩的就這個 不怕網站被打 對,不怕網站被打 對,不怕網站被打 就稍微減少那個我們的網站被害的危險 危害性這樣子 我們來示範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輸入了一個身份證字號 然後按這個檢索 那它就會查到說在這個資料庫裡面 這個身份證字號 它曾經出現在這2023年台灣各支外洩事件 然後露出的欄位包含了這些欄位這樣 那現在這些是假資料 就是我們後端就是隨便填的假資料 那假如說你填了一個不存在的身份證字號 或者是它就沒有外洩事件 那它就會顯示沒有這樣子 好,那這就是我們目前的成果 好,那目前是這樣 那如果你是一個前端 那你覺得可以再把這個做得更好的話 你幫我切回那個,剝影片 可以覺得做得更好的話 那你就可以來參與 那我們接下來 希望還可以再做一個更完善 然後可以更完整介紹這一個事件的一個Landing page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做一些長輩圖 那所以如果有人會做長輩圖 或者是你很會做民音 那我們都歡迎你來貢獻 越多越好 或者是可以讓長輩傳到那個我們的Line群組 讓他們瘋傳的那些訊息 如果你很會操作那個ChatGPT之類的 你也可以來生成一大堆放進去 那等到網站做好 我們可以一起把這些東西發出去 跟著Join的平台一起整合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我們到時候Join提案上面的這一些提案內容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更多的意見 那我們這樣可以讓整個提案 可以有更多能見度 也可以讓這個提案 來去對我們的內政部 來去做究責 來讓整個戶籍系統 或者是我們的身份證字號的系統 都不要再發生類似的事情 也讓它變成一個更能保護我們國民隱私 和資訊安全的一個系統 好 那如果你對於參與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待會來找我 或者是你可以到Join via Slack 裡面有一個頻道叫Privacy 那你也可以用 那個這邊有我的Handle 就是我的那個帳號 那你也可以用那Join via Slack 來傳訊息 但是待會直接找我應該是最快的方式 就是找我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的Contributor的名單 那我們有Vincent 然後貝奇樂 那我們寫這個Proposal Draft的 有裕仁和Howard 那我們今天有幫忙提供我們宣傳的是 Emma和Tiff 那請大家給他們一個掌聲 謝謝大家參與這個專案 這邊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歡迎 謝謝大家